法國的海關真的比較好 因為如果他們看你們 那麼漂亮的女生 他們會問你們講話好嗎 然後說如果有問題的話 你可以打電話給我 那就跟美國人一樣啊 是一樣的意思囉 不是 法國是真的 很浪漫 然後美國是假的嗎 這麼浪漫 對 那為什麼夏語心 你去香港也被帶到小房間 但其實就是那時候我記得是 好像工作結束之後我要搭飛機 然後工作就是妝髮整個都是完妝 然後就是頭髮也都弄好 就整個就是很好的一個狀態 然後想說好 去 然後就想說因為大太陽 我就戴眼鏡 戴墨鏡 然後就脫個行李箱 然後什麼海關都過了 都過了 然後到最後一關 就是要出去那個門要打開那邊 他不是還會再檢查一次 我一過去就全部的女生這樣 就是 然後就有一個這樣 把我叫過來 然後因為他講什麼粵語 我根本聽不懂 他講很快 跟他的同事在講 就把我拉到小房間去 然後他就說 手張開 手張開 然後腳也張開 就腳張開 我嚇死了 然後他 我覺得他應該是覺得 我為什麼要這麼濃妝厭魔來這裡 是要賣淫嗎 對 然後他就 他就講粵語 我聽不懂 可是他就直接這樣 真的假的 對 他就 他覺得我可能 他很好奇說 怎麼會這麼挺 香港真的很嚴格 對 沒有 很嚴格 因為香港現在簽證 是你可以在網路上打一個 那個電子的簽證 是 然後我有一個朋友 那時候我們一起要去香港玩 然後他簽證就寫錯 你知道 比方說他的出生年月日 他要寫1978 結果他打錯了 他打成1987 然後他在過那個海關的時候 海關發現了嘛 然後其實這個簽證 電子先生有錯誤的話 可以辦那個現場的快速簽證 是沒有問題的 可是香港就不讓他辦 他直接把他抓到小房間 我們就在那個等行李那邊等他六個小時 然後他說在那個小房間裡面 他就是把你關在一個紅色的圈圈 然後還有那個紅龍把你圍著 說你不能離開 然後就給你一個很像壽行人的飯碗 然後也是全身把你摸片 然後你的包包全部被翻出來 對 為什麼要有一個壽行人的 他就是有一個紅色的圓圈 說你不可以離開這個範圍 然後完全與世隔絕 因為好險有找到WiFi 不然是完全聯絡不上他 然後因為我們已經出去了嘛 然後等了他六個小時 最後結局是 他們也不讓他補辦簽證 然後 他就是不讓他進去 那你有過嗎 過了 就被他全身摸片了之後 他就 因為檢查不到什麼 什麼毒品啊 奇怪的東西 或什麼的 他就說 就還很失望的 我也有啊 最後一次我要去日本 然後在丹麥專機 那我專機的時候 我 就因為我已經check in了那些嘛 因為這是專機嘛 那我要到登機的時候 然後就有人過來 然後 欸 你是放馬丁嗎 那我就 嗯 怎麼會有認識我 那我就說 對啊 我就是嘛 然後他們說 哦 好 那請你跟我走 然後就是兩個人 他們帶我去那個房間 那我就說 什麼東西啊 我完全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然後一進去那個小房間 我就看在桌上 有我的皮帶 你的腰帶 對 腰帶 哦 腰帶 你拿錯了吧 這在阿里的腰帶吧 你怪誰啊 對啊 所以因為以前是 因為以前是中金屬嘛 所以它只是一個 一個腰帶 可是因為他們看了那個 那我就說 什麼 子彈啊 然後 就問我 欸 你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那我就需要 跟他們解釋 欸 這個 就是一個配件嘛 然後裡面是空的啊 沒有什麼活躍啊 或什麼 然後他們就是還要打開這些啊 然後真的 看真的是有沒有空的 然後 最後還是 就是OK了 可以 可以走 可是 後來我就是 因為我去了日本 然後我離開那邊 我就不要再做這種 所以我就把它賣掉 這樣你去伊拉克的話 海關回了你走啊 OK了 他看那個覺得殺傷力不大嘛 對 就是傻傻的 小東西 不然藍身要戴著吧 那也有練咧 我是去年啊 去年去俄羅斯 莫斯科 您的故鄉啊 對 我真的覺得俄羅斯的海關 是全世界最恐怖的 為什麼 非常非常恐怖 那時候我記得 那時候我們抵達莫斯科的時候 是凌晨已經一點多了 那時候一下飛機 其實機場基本上 已經沒有什麼人了 你看見那幾個人 大部分都是男孩子 他們男孩子都很喜歡就是 留一個小鬍子 然後穿皮衣 戴那種以前那種扁帽 是皮製的 然後手裡會拿著一個那個 公司 沒有 公司箱 那個公司箱就像 台灣很早期也有 是那種皮製的有沒有 方方的 然後還有卡索 會啪啪啪啪的那一種有沒有 每個都超像以前我們看那個 蘇聯的那種什麼特務片的這種 蘇聯特務 然後就瀰漫著一股那種 肅殺之氣 那時候你就覺得毛毛的 你想說 俄羅斯這國家怪怪的耶 然後等到我在過海關的時候 一樣嘛 護照就交給海關 然後他就看了我一下 他就立刻打了一通電話 然後馬上幾秒鐘而已 就來了一個全副武裝的警察 他身上扛著槍就過來了 然後就叫我跟他走 然後想說怎麼回事 他心裡很毛啊 然後我剛好轉頭一看 剛我們隔壁的那個窗口 是我們的攝影師他在過海關 我馬上就大叫他說 龍哥 龍哥 我被抓了 我被抓了 然後他就看了一下 他就OK 他知道了 因為我要讓人家知道說 他是說OK 他不關我的事 沒有 因為我要讓我們團隊 有人知道說我被帶走 就知道說這一次的錄影 不會有主持人就對了 不是 是要趕快來救我 OK 那就排空警好了 奇怪怎麼就主持人對人不見了 後來就被帶到一個小房間 那小房間差不多還非常小 真的是小房間 大概就不到兩坪大這樣子 然後天花板上就一個 那種小燈泡 很像以前台灣那種農業社會 那種有沒有 擠竹光那種小燈泡 然後跟一台攝影機 通常是省犯人才會有的房間就對了 對 然後裡面就一個板凳 那個板凳通常不是四隻腳 他也只剩三隻腳而已 你根本沒辦法做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在那邊這樣怎麼辦 然後都沒有人來理我 然後我就開那個房門的那個門鎖 也打不開 然後我拿出手機想要打電話 給我們的當地導遊 問看現在是什麼狀況 手機也完全沒有訊號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說 那時候好像在台灣有聽到講說 其實在房間的天花板的角落 比較容易收到訊號 我還拿那個板凳 然後整個就是踩那個板凳 到那個天花板上面 終於有一個訊號了 我趕快打電話出去 然後導演一接我就問他說 他現在是什麼狀況 他說他也完全不知道什麼狀況 可是我們現在已經有聯絡 台灣辦事處的人 然後趕快拿文件過來什麼 就是看可不可以把你救出來 差不多過了一個小時之後 門打開了 他們又帶我重新過一次海關 然後一抵達那個海關的那個窗口 你知道那個海關的窗口 一次大概有十幾個窗口嗎 每個窗口裡面都有一個男的 他們一看到我一出現 他們全部在他們自己的窗口裡面 就站起來 就像那個 好像伊凡那是什麼意思 對你這樣 對我 就好像動物園的那個星星發飆 你知道嗎 你可不可以表演一下 你對大笑什麼樣的 因為這個很重要 對 這就是問題了 可不可以表演一下 就開始鬥了 大家會好像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我趕快把護照給他 就是看完之後就放我走了 我一走出去我們台灣辦事處 他們的人都已經趕到現場來了 辦事處的人就問我說 那你剛剛在過海關的時候 你有對海關人 就是對他們笑嗎 我說有啊 就是禮貌性的就是 會對他們微笑嗎 所以他們說 這就是問題的癥結點了 對 什麼 對俄羅斯 不能笑 對 意思是 對 他說俄羅斯人的希望就是 你對我笑一次 就會覺得說 你這個人心裡有鬼 不知道在笑什麼 你在笑第二次的話 你就是瞧不起我 蛤 所以他就開始來整我就對了 對 我們到處到 不可以隨便笑 所以過俄羅斯海關要擺臭臉 臉越臭越好嗎 不是臭臉 正常的 沒有表情的 沒有表情的臉 而且他們之前有說過 在俄羅斯你也不可以 嗨 也不行 對 真的假的 他們好像你們一年 只有一天是可以 微笑打招呼對不對 4月 4月1號 好莫名其妙喔 真的假的 微笑是在全世界最好的化妝品 但俄羅斯變成偽禁品 在俄羅斯行不通 那有沒有過你們帶東西 然後被海關詢問的 我有一次 但我現在真的是忘記在哪一國了 很誇張是我在 check in的時候 不是要給行李什麼的嗎 然後給完之後他就會很 基本的我們會知道說 身上不能帶打火機嘛 對 然後他會問說那你有沒有充電器嘛 然後也沒有 反正他接連問了五六個 我就說身上沒有帶這樣 所以他就問我說那你有沒有帶石頭 然後我就說 石頭 石頭 我還想石頭 他說對 然後他就拿一個板子 他就直給我看石頭 真的是石頭 你知道嗎 我想說到底誰出國會帶石頭 我不懂 我就當然跟他講說沒有啊 我這個問題我幫你問一下 我會帶 你為什麼要帶石頭 海關人員跨夾子一開 想通關誰有耐心 我常常出國的時候 遇到很愛跟我聊天的海關 他常常問我說這個剪刀剛剛哪裡買的 這個髮是哪裡買的 其實我只是想趕快趕快出關 可以不要再跟我聊天嗎 謝謝 謝謝